好 節目現場 這一段我們要帶大家來看看 那社會宅呢 其實在國內的很多的一個 居住政策上有 合一宅有社會宅 那麼現在政府端牛肉 解決大家的住的問題 社會住宅最近 談得非常非常的多 先請一下賽律師 幫我們好好解釋一下 社會宅跟合一宅差別在哪裡 那個合一宅啊 社會宅啊 有人講說公共宅啊 聽了頭都暈了 有沒有 對 其實簡單來說啊 其實合一宅現在都被人家罵 為什麼 因為你怎麼可以政府啊 房子蓋一蓋以後啊 對 你限制它短期內不能出售 像那個林口的A7啊 就是五年不能賣 那板橋的福州合一宅 十年不能賣 那過了五年十年之後 是不是還可以賣呢 結果人家後來 大家就反映說 你政府不能蓋房子來賣 所以合一宅以後就不推了 你政府蓋的房子應該是以後啊 出租給那個民眾的 所以就變成從合一宅到變成 只租不售的那個社會住宅 所以社會宅是只能租 政府當包租公 不能賣 對 其實合一宅裡面 它也是有大概那個5% 或者是10%的比例是拿來出租的啦 可是你其他將近九成都被你賣掉啦 那未來我們政府的政策大概主要會放在社會住宅 就是只租不售的部分啦 那像前一陣子台北市就大概500多戶的那個社會住宅就有出租 還算滿熱門的喔 可是它社會只要有一定的條件才可以來租對不對 對 其實它條件還滿寬的啦 你20歲以上 那包括說比如說你在台北市有戶籍的 或者沒有戶籍也沒關係 你在那邊就學就業的喔 但是它針對你的年齡就是20歲以上 那當然你的經濟能力也有一定的限制啦 包括你的家庭收入啊 不能超過大概119萬 太有錢不要來租 本來這個就是作為一對 比如說年輕人啦 年輕人我今天可能薪水一點點 那可能我租金就可以付比較優惠 但是我們待會可能會討論啦 那個租金到底有沒有優惠 就是說你的家庭收入不要超過119萬 那個人的話就是大概5萬多塊 你符合這個資格 那還有喔 就是說包括你 包括你的配偶 包括那個同戶籍的直系親屬啊 自己本身能不能有自己的房子 不行 如果有的話就不能夠來申請的 所以我要是5顆蝸牛 然後我又沒有賺到非常多人是後亞郎的層級 我就可以來住這個社會住宅 其實這個是針對我們一般人 那其中也有包括那個10%的比例 是給那個特殊條件 那什麼是特殊條件 可能就是說你的經濟就屬於又更弱勢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他竟然還有那個年齡限制 我就想不通了 就變成竟然是說20歲到45歲 那為什麼你經濟弱勢45歲以上 那你要這些人怎麼辦 那他如果經濟弱勢 那他的年齡又高 那不是更需要這樣的一個幫助嗎 結果45歲以下才能申請 這個特殊條件 所以有時候那個媒體就會報導說 那個中年大叔會租不到房子你知道嗎 為什麼嗎 因為房東覺得說你的年紀到了 怎麼沒有女朋友 怎麼沒有結婚 又單身 這個怪怪的 就不租給你 你老實講你自己包租公眾人 你會租給他嗎 其實我不會看他的年齡 你講到辣妹 其實一般房客都 他都覺得房東比較喜歡女生 所以他會推一個女生出面來跟你住 來跟你談對不對 結果後來我去換約的時候 發現當初說那個男生是陪他來看 根本是他男朋友 變性 變性 女生來住後來兩個人住在一起 我覺得今天以房東的立場 今天去評估那個房客 不應該以那個年齡來做一個區分 反而年齡更高的更需要一個社會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資源來提供 所以現在的規定是這樣 以後會不會改那就不知道 不過我們要請教一下顧問 顧問其實這是講真的 像剛剛這個律師已經點到了 他沒有很便宜對不對 他還是滿貴的 對 所以以這個 你看他這個目前這個 我們這個連開宅 就是社會住宅的所謂的租金 包括現在小壁壇佔的 這個一坪大概是在八千四到一萬九 一戶大概是八千四到一萬九千五 台北橋佔的 十四坪的一萬兩千兩百塊 龍山市佔的一萬七千九百塊 然後港前佔的一萬九千多塊 說實在這個價格跟市場上 目前的租的套房的價格 幾乎是一樣的 對啊 而且這個都是小坪數 它還有大坪數 就非常貴對不對 大坪數可能要到三萬多塊錢都有 對 沒有錯 所以我覺得社會住宅是這樣子 它既然是當一個所謂的 提供給租賃來使用 我們記得在台北市的大里街 大里街 它這個也有所謂當初的一個國宅 然後裡面規劃都是小小坪數 就一房到兩房 你會發現說 裡面住的人持續 就是有一點收入以後 經濟條件好以後 他搬離開那裡 搬進去住的人都持續弱勢的 所以這個社會住宅 如果將來這個社會住宅 是蓋在一般的區域 一般的房子裡面 如果還是把它蓋成小坪數的話 基本上它吸引進來的都是相對弱勢的 所以我覺得社會住宅 它不應該是停留在一個比較偏小坪數 有時候有可能是家庭 它在中間的過程中需要租房子的時候 事實上它也可以規劃兩房三房的這種房子來處理 那這個租金相對來講應該更有吸引力 否則它在這個美意上面 其實沒有辦法跟市場上的一般的 所謂的租的房子來相比拟 那這樣子反而不見得會對這個 所謂的真正的這個居住的正義上 得到相對的一個回應 對 可是這個像顧問剛提到說 這個其實沒有真的很便宜 是因為他們現在我們看到都是聯開展 聯合開發展 等於都是捷運共共 那其實現在台北市推出了 像第一批是四五百戶對不對 所謂是大概五百多戶的這個 所謂的聯合開發 它把它租出去 也引發很多爭議 那個戶數上會不會很少啊 太少了 不過這次跌破各界的眼鏡 就申請人數來看啊 龍三四跟港銜 剛剛我們的葉帥哥講了 很貴 尤其是港銜一個小套房 居然要將近兩萬塊 But 功不應求啊 因為總是有一批那種 我們要住新房 我們要住捷運上面 我們到家就有的那一種 像你這種就很愛住了 我覺得那個超方便的啊 真的 你剛剛的鞋都不用脫 你這種這麼高的那種 你坐到捷運 然後直接上籠就好 就算下雨天 颱風天 我都不用撐傘 對 所以這兩個 公不應求 真的公不應求 其實各界都有點 什麼 這麼貴 還有人住 真的有 那可是呢 台北橋跟美和市 當然美和市它寫的是 二一八市那個住宅的部分 它還有兩百多戶是屬於 一般事務所 也是一樣 也是套房 也是會拿來出租啊 也就是說 當然不多不多 像這個過去的 大龍洞 行天宮等等 這些都是不多的 所以會影響市場價格 就這兩個 台北橋跟美和市 這兩個會影響市場 因為美和市 那個附近的套房市場 不用玩了 因為政府打到 八五折跟七折 以後可能還會再往下調整 所以這個租金 那個附近的套房租金 岌岌可危 然後台北橋市 因為過半數都是政府的房子 之前又說要拿出 在做什麼中紀宅 然後讓那些中心房的 那個人跳腳 這樣 政府騙我什麼 anyway 不管 未來還有更多 那我當然覺得是說 以後還是有機會蓋出來 因為它的規定 它的想法是 四年五萬戶 在信義區 101第一排 你會不會想 每天可以看到 蹦 這樣子的公營住宅 或合營住宅 誰都想要去住 而且後面就有向山可以爬山 真的 然後旁邊又是北一的商圈 又可以看電影 又有信義威秀 對 所以全部都有了 對不對 而且信義威秀 你真的走路可以到 這一塊可能有六千戶 因為它已經計畫好了 然後再來 馬總統加第一排 文山區 每天看馬總統 沒有 當然因為卸任總統 短褲跑步 以前比較好看 現在不行 就是卸任總統 當然是它的環境 還是一樣 有它的為安在 所以那個治安 還是比較好一點 所以文山區規劃 已經也是有幾千戶的 那個不管是 好市府時代的公營住宅 在那個 新農路二段那一帶 好漂亮 也是那個 木札公園第一排 是 很美 那史未爾 我請教你 那會不會影響到 周邊的房價 會 只要量大就會 量小就不會 所以過去像我們講說 文山區的安康公營住宅 那一批 就是很久以前那種 專門一樣是拆遷物 或是那種 弱勢戶去租的房子 現在去看 環境很恐怖的那一帶 那一帶都沒有任何的民宅 因為民宅不應該在它旁邊 現在以後 大量的公營住宅 或是社會住宅 進去了之後 我們不要講說 是沒有錢人住 而是說 它是一個低價的出租市場 那既然這邊 可是只會它又沒有賣 為什麼要影響到旁邊的房價 因為如果今天我們有需求的話 你會被它吸走 就是如果不然要買房子 我要住房子 這裡有別便宜的房子 我們去住這邊 因為政府目前規劃的部分 包括好市府那時候留下來的 那幾個公營住宅 其實關聯也都還不錯 那既然關聯不錯的話 大家想去住這邊 我就不用去買這邊了 這裡還有七折房價 我幹嘛去買 你懂 我如果就是要買房子 它是只有出租 但是我可以 這就牽涉到人性問題 是這樣嗎 對不對 就是我今天要買房子 結果那邊都是一堆出租戶 然後那邊還七折價 我這邊的房價當然會影響 因為它便宜 如果那個租金真的租得 比如說政府的租金 租得特別便宜 像有人當房東的話 就得跟政府拚 那個租金報酬率如果拉下來 有人買房子 是用租金去回推那個房價 這個是會影響 但是以我看這些連開台租租 我不覺得它比較便宜 是為什麼 因為有些竟然有那個 廁所裡面那個馬桶 進去以後就會打開的 好羨慕 馬桶這麼棒 結果那個熱水器 竟然要自己裝 還有裡面其實是沒有附家具的 那你先租給這些房客 是短期還是長期 社會住宅已經沒有附家具 沒有 那你今天房客都是一腳皮 就要住進來 你住社會住宅 還要自己去準備家具 那假設說時間到了你要搬走 你家具要怎麼脫手 所以我覺得他又沒有附家具 只打個八五折 有沒有比較便宜 我覺得其實沒有 對耶 因為你的房東變成政府 你很難跟他講些什麼 不用擔心 家具業者會很開心 如果你附家具的話 家具業者會不開心 對啊 可是我覺得像公營住宅 它是有含家具全套的 那你說當然說 你第一批住的是新家具 之後搬走 那衍生就是 我不要住舊的 其實就是一般的民眾 對政府在所謂的經營 這件事情沒有信心 因為他將來要成立一個 台北租屋公司 那你租屋公司 你服務的項目是什麼 如果你只是管你住進來的 跟住的品質而已 但是你在所謂的提供的設備 跟設施上面不完整的話 將來譬如說我租了以後 我租給另外一手 譬如說我不好租了 可是我已經租了兩年 但是我已經去買了房子了 我這件是不是要租出去 可是沒有人家進來住 因為條件不好 所以我是不是 我跟台北市政府 我租一萬九千多塊 我可不可以把它 用一萬塊租出去 理論上不行 不是我就給我的星期住 理論上不能坐二房東 是不行 可是問題是我已經買了房子 我那邊必須繳貸款 所以我勢必要把這裡出出去 我私底下他錢給我就好了 很簡單 你丟垃圾就好了 你丟垃圾就會被解約了 那住進來是什麼 住進來是什麼樣子的品質 它就會影響到整個周邊 其實我覺得政府 現在在管理這一塊 規定上做得還不錯 他那個租約裡面 就是你去申請就跟你講 將來這個租約要去公證 一般的房東不會去公證的 但是你今天這個年開台出租 他就去跟你公證 所以到時候租約到期 他就不怕你不搬走 直接就去執行 而且你第一年住進來 一定是那個八五折 再來要給你檢查 你有沒有違規 違規就給你記點 如果你過了一年表現良好 就給你打七折 好爸爸貼紙很多我就可以打紙 好 那我就一年好好表現 隔年那個租金就比較便宜 再來就為所欲為 他很聰明 你如果打七折之後 再違規超過三點的話 那個租金就回覆原來的八五折 三十點就FIRE了 所以他有一個管理的規定 對 像他這種轉租的情況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能夠嚇阻他 還有你給我違規我有公證 租約到期最長就三年 我就把你趕走 我覺得一般住進去的人 會遵守那個政府的規定 不過他講對了 對 就是我給我親戚住 你能夠守我轉住嗎 我照付出界 所以其實在檯面下 可能還有暗潮洶湧 這個事情會非常之多 那顧問請教 那國外的一些社會住宅 他們現在的狀況呢 國外我想應該整體是這樣講 就是說其實各國的社會住宅 的比例跟台灣比較起來 台灣目前只有0.08% 相對於我們的住宅的持有率 你看荷蘭32% 香港是29% 即便我們旁邊的這個南韓跟日本 都有6.5%到6.1% 新加坡有3% 台灣0.08% 這個意思是什麼 就是我們沒有住宅政策 我們對住的這件事情 根本是讓人民 放牛吃草 然後呢 適合來的 宣指來的 遇到的狀況 我們是來一個殺一個 就是碰到了我們再來解決 碰到來解決 所以我們其實是沒有一個 持續的一個穩定的一貫的政策的 所以現在包括這個所謂的合宜住宅 你看本來是國宅 後來不蓋國宅了 現在又弄合宜住宅 合宜住宅被罵說 你又把土地賤賣掉了 這個土地是有限的 你現在賣給他了 將來你哪來找那麼多土地 再賣給別人呢 不可能 所以他變成叫社會住宅 就是說我只租不賣 感覺上好像都不錯 事實上都是因應了 當下發生的問題 在一個一個解決 事實上它並不是一貫的政策 所以我們才會0.08% 那我覺得社會住宅 在整個社會 就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 大家有錢的越來越有錢 那沒錢的怎麼辦呢 這個部分在整個社會政策裡面 它是偏弱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政策是對的 但是至於他怎麼把它做好 我相信政府不能只是提出一個政策之後 然後就不管你了 然後不持續下去 這樣子事實上對整個後續的發展 其實也會帶來剛好我們討論的負面的效應 是 好 這個就是現在政府要推的社會住宅 那麼當然了 我們現在才剛剛開始而已 那麼在台北市的實行狀況 是聯合開發宅 捷運共購 我就把它租出去 但是現在也都才剛剛開端 大家也不曉得 真正這個租客住進去之後會怎麼樣 我們就等著瞧了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囉 好 下一段回來我們就要帶大家好好聊聊說 那到底這個今年的房市狀況怎麼樣呢 如果你是自住想要買房子的話 還要再等嗎 還是現在就可以出手了呢 那如果真的要等又要等多久呢 休息一下 慢慢回來 好 再次回到台北市的房子 好 再次回到台北市的房子 好 再次回到台北市的房子